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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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东夫 即营 港府日前宣布 原定今年8月1日实施的 垃圾征费计划将会暂缓 相信大家都记得了 垃圾征费计划 本应该是去年年底实施的 后来就延期到今年4月1日 之后又延期到今年8月1日 今次宣布暂缓 直到连下个生效日期是什么时候都不再说 惊一事掌一致 垃圾征费争以不绝 不少市民商户指宣传不足政策擾民 现在暂缓按港官说法是施政为民 属无实正确甚至是唯一决定 这总好过盟友所夫官无所应 法市民大众商户食肆 也知道了不用再为垃圾征费烦恼 不用无端端跌签来买袋 反应都挺一面倒 有赞无谈 但至少5个环保团体 就去信政府反对推辞垃圾征费 有环团甚至狠批政府拒绝有部门率先实行垃圾征费 但就侦重推动市民做回收 是不负责任地说 究竟市民、商户对于暂缓垃圾征费有什么看法 环保人士又怎看政府推动环保的表演 事不宜迟 冬腐 各界即认 现在垃圾征费再到延期 其实你对这里有什么提法 开心 为何呢 因为我觉得是没什么用 这个垃圾征费 它又要给多一笔钱出来 用绿色的垃圾胶袋 又是胶袋 其实都是不环保 静效不大 而且始终很多东西都是配套不足够 指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心无力 想做但做不到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才会支持 我觉得不应该是行政去做主导 都是自发 我觉得挺好 不用这么妖闻 你本身已经 我们有个垃圾袋 那我们不要那个 又要套一个下去 有什么分别呢 慢慢来啦 逐步逐步推行啦 即是我们指纹都还没习惯啦 对大家都很方便啦 因为政府都没解释清楚 那些征费方式 以及如何处理那些回收问题 所以现在延似是好事来的 其实垃圾征费对餐饮业来说 都相对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每日的用量会比较多 厨余或者各项的垃圾都是多的 但是我们这份前线的同事也好 就算我们管理层 其实对这个垃圾征费 其实都是一知半解 在业界来说 都是相对来说是不清晰的 作为食事负责人 我是赞成延迟这个垃圾征费的 二四年的时候 我们的饮食生意 其实已经下滑得很重要 其实基本上很多餐厅都面临倒闭 那现在再加上一个垃圾征费的费用 对于我们餐厅业界来说 是相当大的打击 那我相信在饮食业界来说 用量应该是相对最大的 但是如果纯粹就是加精了这个垃圾袋的费用 而我们同事之间 那个分类做得不好的话 其实都是做不到环保的效用 所以我们觉得在大前提之下 政府多些给市民或者业界去有这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如果有部分的补贴 比如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垃圾包袋的补贴用 那对于业界来说 都会容易接受这个项目 政府宣布暂缓推行垃圾征费 但是没有一个实际 什么时候实施的日期 我们觉得这个是意味着无限期的各自 也都看到政府 其实对于一个整体的减费政策 欠缺信心 绿色和平是表示极度身亡的 其实政府应该自己的政府部门 预期实施垃圾征费 做一个以身作则去带领社会减费 给大家看到如何推行垃圾征费 是真的可以帮助减费 而不是就是各自这个问题 就掩耳道灵 不见了这个政策了 那就叫做解决了问题 一年之后先去再回报相关的工作 跟他之前那十几年的准备工作 我们见不到有什么分别 反而可以说是叫做大开刀车 只是舊走生平 又是讲着免费派袋 或者是增加一些回收配套 但是呢 就欠缺一个经济诱因 和实际的减费目标 告诉大家 此外呢 其实我们都会想重点再讲回 生产者暂制的重要 今天的议员和政府官员 只是集中讲市民怎样可以回收 市民怎样减费 但是对于生产者责任毫无着物 到最后 其实现在是我们社会去承担 去买单 就是每月增的一些垃圾量 令到我们堆填它爆门 趕了20年 亦到现在都未可以减轻到 社会处理费物的负担 说真的 政府2005年 推出都市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大功 2021年8月通过2021年 废物处置 都市固体废物收费 修定条例 计划的原意是希望市民养成源头 减费习惯 减少製造垃圾 减轻堆填区负担 这个出发点绝对抵赚 问题是搞环保不能够独孤一味 欲禁欲正 必须透过宣传教育进行教化 以及加强回收配套便利市民 提高参与度 否则怎样一下子令全港700万人 和你们成功以封逆续先 局件饼都要搓好面粉先 前期功夫不省得了 是不是? 的确事实胜于鸿便 垃圾征费之前在14个试点 先行先试了大约2个月 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报告指出 无论住户还是商户 和半数表示 垃圾的棄置量和回收量都没有改变 如果要他们改变生活习惯 来配合计划吗? 麻烦限定预计半年到四年 这么说我 从小到大扔垃圾都不用钱 搭四年都怀疑是口响响的 竟然有人搭半年 香港人必定听过的经验之谈 三岁定八十都被他们 砍入收费垃圾袋了 正如东夫即应去年12月那集 只满足搞垃圾征费 回收配套关人的关子出 只搞垃圾征费 但是回收配套不足 没得搞的 甚至不排除一旦政策实施了 到时在没有闭路电视的交通工具上 例如巴士发现一代二代垃圾不是梦咯 随着当局表示 未来会加速扩大回收网络 包括全港屋村和大型屋苑 额外加装智能厨余回收桶等设施 目标是未来一年增加一倍 另外也会设立100个厨余回收街站 陆在区区也会延长营业时间 增加收集点数目 由200个增加至800个 走出令市民恩惠的一步 都是那句 当政府肯认认真真去做环保工作 而身作质起带头作用 市民大众都会矩一点 不过就别说我素兴了 财政预算案原本预计 垃圾征费将会为库房 带来17亿9千万的收入 OK 现在暂缓 那即是没了18亿大数? 开不了完财赤又严重 就更加应该立即斩揽 塞在假男人身上的冤枉钱 拒绝在公食公注公打官司 年省数以十亿计 这个才是真正信应民意 施政为民 务实正确甚至是唯一的决定 今集东夫职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职应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带予